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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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家主打燒夠大碗的炸醬麵 香氣十足的炸醬 加上少許的蔥攪拌均勻 再放上一大坨的麵條 香氣瞬間散開 看看這一位大哥 一入口就停不下來 大哥 你通常都點什麼啊 餛飩 餛飩王子湯和炸醬麵 店裡無論男女老少 都得張大口吃麵 因為老闆給的份量實在是太多了 再配上一碗排骨湯 裡頭滿滿的排骨 隨便一繞就超過五塊 這些通通只要通版價 大碗還熟 還好吃 對 這一碗連在地人 都不願曝光的炸醬麵 不管是細麵條還是粗麵條 Q彈有嚼勁 獨門醬汁更是鹹香開胃 來這裡吃飯的客人 個個都很資深 不信你問這一位大哥 差不多快四十年了 這個味道就很難形容 反正就是好吃啦 這間炸醬麵店 是一名國小老師開的 堅持麵量一定要讓人吃到飽 吃到撐 從火車站前擺攤發機 到現在開店經營每天人潮滿滿 是陶客們心中不朽的傳奇美食 在掌聲響起的時代 有這些佛心的老闆 實在是很感興的啦 吃完鹹的當然要來點甜的啦 這一個個圓滾滾的甜甜圈 在油鍋裡再浮再沉 老闆用腸桿子把甜甜圈 從油鍋串起來擺放冷卻 老闆娘在幫她裹上砂糖 看看這一位可愛的妹妹 吃的是有多麼滿足 好吃嗎 小朋友早就等不及 顧不得剛起鍋直接大口咬下 這家超夯的小米甜甜圈 排隊人潮從不間斷 排隊三十分鐘是最基本的 我們好運氣耶 還要排隊喔 還要喔 有沒有議員 沒有喔 另外一家同樣賣小米甜甜圈的店家 不再固定地點擺攤 每天只在臉書公告 還是有不少死忠粉絲 像追星一樣一路跟隨 不少人一買就是一大袋 我們店裡面有個師傅 他賣師傅 然後他就是穿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他就希望說可以讓年輕人 離家的年輕人返鄉 所以我們才會從高雄回到花蓮 看起來平凡無奇的小點心 吃起來外酥內Q就像麻糬 也因為結合當地的特產 成了花蓮熱賣的小點心 在宜蘭投城老街附近 有一間低調小店 裡頭賣的炸春捲 人氣搶搶棍 春捲一開始不能高溫 起鍋的時候要高溫 用高溫 比除多餘的油分 起鍋後外皮才會酥脆焦香 甚至剪開時還能聽到 咯啦咯啦的聲音耶 天啊 這個清脆的聲音 你有沒有聽到 實在給它太療癒了啦 裡頭包著滿滿的韭菜 吃進嘴裡韭菜細嫩不韌 濃郁的香氣瞬間用上鼻尖 外脆蜜多汁 讓很多人成為死忠粉絲 外面的皮很脆 然後裡面的那個韭菜又很香 然後醬料也很棒 從那個很小的時候 他們還在舊的地方 吃到現在他們現在有店面 他們靠那個胡椒跟黑鼻去提味 我覺得吃食材的原味非常好吃 很道地的古代味 雖然是簡單的小吃 但要做出讓人難忘的滋味 所以可是金鎬鋼 一大早年近70的老闆 把當天現採的韭菜洗得乾乾淨淨 它看起來都很嫩耶 對啊 它這個時間到了 採收大約35天就要採收了 韭菜不只要經過水的洗禮 老闆還有一招獨門手法 就是把這些菜放進網子裡 用脫水機除掉多餘的水分 再一刀一刀手工切斷 堅持手工切就是怕機器破壞韭菜的纖維 一段一段長短均勻 看得出老闆的獨門刀工 接著菜還要吹電風扇 徹底除去濕氣才能開始拌 菜白粉 麵粉也不能太多 用胡椒跟蝦皮提味 再放進豬絞肉拌到均勻 才能開始包 很難想像一個簡單的春捲 竟然這麼高 包的時候要隨時補強春捲皮 避免淨油 影響口感 老闆很辛苦耶 整天都在這包春捲 人很多很多 然後久了以後手就開始痛 這個地方曾去手術過 裡面沾黏 一隻包 一隻包 但為了包出完美比例 老闆還是堅持他的古貓 這樣才能維持古早味 擺攤擺了二十多年 老攤車也留下許多歲月的痕跡 即便有了店面 對這台車還是秀妙妙 民國七十四年做的 你看啊 認真看 有的都是生氣 為什麼還留著 對啊 那 怎麼這樣 陪我那麼久了 能夠用就要珍惜他 有感情喔 對啊 不只攤車老了 老闆年紀也漸漸大了 做起事來吃力許多 正在台北考公務員的大兒子 決定放棄都市生活 回到家鄉 十幾歲的時候沒什麼興趣 畢竟還是在讀書啊 後來就退伍以後 回到家裡幫忙的時候 才覺得這真的是滿累的工作 因為全部的東西都壓在餐車上面 其實還滿重的 以我那個年紀來推就有點重 想說這樣 媽媽自己做也太辛苦了 截下媽媽的手藝 更能體會辛苦 像是自製蘿蔔糕 處理刨絲 繁複工序 現在都能得心應手 等一下看這個刨絲 它就會針一針 它就會融化掉 整個全部都化掉 有些客人不知道以為說 你們的蘿蔔糕怎麼沒有吃 雪白的蘿蔔絲 在大鍋裡沸騰煮軟 另外一頭趕緊把泡好的米 磨成雪白濃郁的米漿 算準時間下鍋融合 一般就是直接揉一揉 就不管它了 然後我們是等一下蓋 鍋子蓋上去以後 給它蒸個大概七八分鐘 然後一樣再攪拌一次 稍微有些凝固時 就要用鍋鏟反覆翻動 讓蘿蔔和米漿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最少要慢火熬上四個小時 才能有細緻光滑的蘿蔔糕 下鍋油炸之後 外皮金黃酥脆 口感更是Q彈 濃郁的蘿蔔香氣滿一口粥 我都吃蘿蔔糕 不會很硬 然後很香 炸得剛剛好 蘿蔔糕它就是傳統 阿嬤的那種做法 它是用那個再來米跟菜 陶下去吹的 所以它一天只有煮 你來晚了就沒有了 卡粉們想吃動作可要快啊 小店就在老街附近 到了假日啊 可是大排長龍 因為人手實在不夠 回家接班的兒子 還把在台北做西餐大廚的太太 也拉回來一起打拚 她剛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在台北 隨便炒一個義大利麵 就三 三 四百塊 她回來買一個春錢 才二 三十塊 她剛開始也覺得 新年有一點不平和 即便不習慣 你還是願意愛相隨 一家人每天從早忙到晚 幾乎沒有假日可言 就是為了端出 讓顧客滿意的美味 而他們家除了招牌春捲 和蘿蔔糕 賴行還會再點上一碗米粉根 配上菜脯還有香菜提味 吃那包準你食慾大開 還有還有 用兩種番薯調和的番薯餅 炸到微微的焦黃 要下去又酥又脆 越嚼越香 老闆 你有沒有要傳給下一代啊 有這個責任 如果以後小孩 還是我弟弟的小孩 他們想學習 我就有義務要教他們 但全家每天都溺在一起工作 生活是不會忘記你 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難免會有摩擦 但是就是可以 全家在這邊生活的話 還是覺得滿快樂的 不用像有些子女啊 在外地啊 偶爾才回家一次 我們是每天都生活在一起 幸福嗎 是還滿幸福的 能吃到你們做的料理 我也覺得好幸福 難怪好味道能口耳相傳 還在宜蘭打小名號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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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